第八頁 這邊兩題同樣的考點 限判期 111年限判期 限判期是你今年進考場 你必須要了然於胸的 他自從限判期做出來之後 他大大小小一大堆考試考了很多次 所以限判期是基本功了 OK好來 我們先看一下他考題 來先看喔 兩題都差不多考點 你看喔 上面那個 被告被控貪污罪 委任律師A當辯護人 檢察官訓問被告的時候 辯護人A陪同在場 然後用他的自己手機去記錄檢察官的問題 跟擬定日後的辯護策略 檢察官說啦 法律沒有給你陪同訓問在場的筆記權 三個字來這個標一下 檢察官的說法是說法律沒有給你筆記權 OK 所以禁止 A繼續製作筆錄 然後要求要刪除他那個已經記錄的訓問細節 A拒絕 檢察官就命令法警去扣押 這個A的手機 那問你說 A在這個被告當中有沒有筆記的權利 第一個問題 再來第二個 檢察官的作為的話 這個A如何去救濟他 來題目第3章有那個禁止 A繼續製作筆記 然後題目第4章有叫罰警扣押 你幫我把那個禁止跟扣押這兩個東西 標一下 好然後我等一下開始來解釋 題目問你說對於檢察官 這個題目先問你說有沒有筆記的權利 再來第二個是問你說A如何去提救濟 好來 考到這種考點 一定是膝蓋性的去反射 想到245條第2項 這個就是所謂的那個辯護人 他在征訓的時候擁有在場 跟陳述意見的權利 245條第2項 記得245條2項你要分成本文跟 但書來我們拆解一下 來245條第2項 講第2項之前 前面有個第1項 第1項就鼎鼎大名偵查不公開 OK 然後大家都會記得第1項 但很容易忘記第2項 來第2項分成本文 跟 彈書 然後記得喔 這個條文全線開給的主體是開給 來我們一個一個來 他開給辯護人 然後他適用的情形有分成 檢察官跟司法警察詢問時他都有適用 所以 律師啦 在檢察官開偵查庭的時候 有這個權利 然後 司法警察他在製作筆錄的時候 律師陪同在場 一樣也有這個權利 OK好啦 再來第3個 條文有寫的是寫兩個權利 一個叫在場權 然後 第二個叫 陳述意見權 這個是法規 明文規定 好我們先把條文拆解完 再來 彈書的部分 如果認為 那個彈書的部分 你現在認為說辯護人在場 你會去干擾國家機關他偵查作為的實施 譬如說你會影響到他們在做筆錄的那一種 或者是認為說他有竄證 滅證等等 妨害偵查之餘的話 那個可以禁止或限制之 那我還是先講清楚 可以去做限 先寫清楚 限制 或者是禁止 你說老師限制禁止什麼 就上述權利啦 在場權跟陳述意見權 是可以被限制跟禁止 OK好來 然後誰 可以去做限制或禁止 這個就一般同學念書的時候 比較會去忽略的 他其實包含到 檢察官可以限制禁止 司法警察 也可以做限制或禁止 OK好來我們先把245條第2項這個本文跟單數這樣子拆解完畢 之後 來現在問題就產生了 來我們一個一個來細分 我先把有一個東西先處理掉 那個 這個東西在限判期當中 其實沒看到 但是在他的原因判決當中 他其實那個案子 是一路從高雄地院 然後高雄高分院 然後到最高法院 窮盡救濟途徑之後 然後向大法官申請釋憲 後來大法官用憲法法庭做出了限判期 那限判期當中看不到我現在要講的這一個點 但是在前面那個高雄地院跟高雄高分院的判決當中 有講到這個點 OK好來 題目我剛剛要你標那個第四場不是標扣押兩個字嗎 OK 簡單講就是說 檢察官叫法警去扣押他的那個手機 問你說這個針對這個扣押 你有沒有主張救濟的途徑 OK 程度比較好一點的同學 他瞬間會去想到兩個條文 一個是404 一個是416 你先翻一下這兩個條文 404條是抗告 就是法院做了一個裁定 然後這個裁定裡面做了什麼事情 你可以去提抗告 這是404 另外一個是416 416叫准抗告 准抗告的意思就是說 個別法官檢察官做了什麼樣的處分 你對那個處分不符的話你可以去提准抗告 那你不管看404還是看416 你都會發現他的第一款裡面都有寫到兩個字叫扣押 你有發現嗎 OK 好來 那既然喔 來來來來 我們先寫在一板上 404 然後我先一個一個節省一下 這個是指法院做裁定 然後救濟途徑 叫抗告 再來 416 這個是指個別法官檢察官的處分 救濟途徑是准抗告 就是416 OK好來 那不管404還是416這兩個條裡面 我相信你眼睛仔細去看的話 他裡面都有寫到扣押 這兩個字 好 那我現在問題就會產生了 這個律師 他今天陪針的時候 他的手機被檢察官叫罰警扣押起來 那這個律師呢 可不可以針對這個扣押 主張 他是檢察官個別的處分 然後我來接416條的准抗告 我現在問這個問題已經算很高竿的東西了 OK 罰警 扣押律師的手機 OK 是檢察官叫罰警做的 所以是檢察官的處分 他不可能往上走 上面是法院的裁定 他現在都還在地檢署而已 沒有進法院 所以不會是上面 會是下面 OK好再來 那我可不可以主張說 既然這是檢察官所為的命扣押處分 那我就用 416條來提起准抗告 因為題目有問你說有沒有救濟途徑啊 那我可不可以主張416的准抗告 OK 結論喔 不行 這個不能去提准抗告啦 為什麼 因為 來 扣押這個東西你要回歸到 133條 第一項 看一下 確定一下 133 133 對第1項 來 133第1項 可為證據或得沒收之物 得扣押之 看到嗎 133第1項 我們先寫上去 133第1項 好來 那133條第1項 他其實是寫了 兩個東西 一個是 得為證據之物 可以扣押 一個是得沒收之物 可以扣押 所以來我現在寫在黑板上一個是所謂的證據扣押 然後一個是沒收 扣押 所以啦 你如果被國家機關 被做了證據的扣押 或者是做了沒收的扣押的話 這個時候就是 國家機關所做的扣押裁定 或者是扣押處分 你可以去接 416或404的抗告 准抗告 好那我現在回過頭來問你一件事情 檢察官 叫罰警 扣押 辯護人的手機 你覺得扣押那支手機 他目的要拿來當作證據用嗎 沒有吧 這個不是就是 偵察庭裡面的過程 我把它寫在手機裡面而已 他不能當證據用 我只是記錄你們這個偵察庭裡面發生的狀況 又不是說以前之前發生的 犯罪事實發生的時候 怎麼證據的產出被我拿來用 不是喔 所以他 檢察官扣押辯護人的手機 不是要作為證據用 好再來 檢察官扣押辯護人手機 是到時候要請法院宣告沒收嗎 沒收是什麼 沒收是向你的犯罪所得 你去當詐騙集團 騙了500萬 我可以允許你保有那500萬嗎 不是啊 今天這個律師 他在當體裡面做的那個筆記 他是犯罪所得之物嗎 犯罪所得前提是什麼 要有個犯罪喔 我律師在那邊寫筆記 然後寫在手機裡面這個叫犯罪喔 不是啦 所以喔 今天這個題目裡面 檢察官叫法警做的扣押 他既不是證據扣押 他也不是沒收扣押 所以就不是我們傳統意義上的扣押 他當然無法去接 抗告準抗告 聽懂我的意思嗎 OK 所以 如果他題目考點少的話 這個點你就要去寫囉 OK因為這個扣押 並不是 133條第1項所稱的證據扣押 即沒收扣押 既然不是傳統意義的扣押 自無從 404提起抗告 或416準抗告救急制 可以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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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